大家好,我是老李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在雨水的玻璃窗上写字 这个是我已经制作完成的效果图 那好,像以前一样 我们从头再来一遍 我们首先要找两张图片作为素材 一张图片就是这个夜景的图片 另一张图片就是雨滴的图片 如何让两张照片比较自然的融合在一起呢? 我们从头开始做起 首先,我们选择这张夜景图片 选择滤镜下的模糊,模糊中的高丝模糊 我们调整像素的半径 把背景照片模糊起来 然后我们按确定 然后我们在混合模式里选择柔光 我们点选雨滴玻璃窗的这张图片 我们把透明度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这个玻璃窗显然有点偏白 那好,我们调整一下它 我们选择图像菜单下的调整 调整中的色阶 我们点中左边的按钮向右进行滑动 让雨滴变得更清晰起来 然后我们按下确定 这时候我们全面的雨滴 就显得非常的明显 雨滴的轮廓也很清晰 而后边的背景图层显得比较模糊 这个就营造出一种我们在室内看到窗外的情景 然后呢,我们新建一个图层 我们选择画笔工具 前景色设置为黑色 我们在这个画面上进行书写 书写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滤镜下的液化 我们选择左上角的向前变形工具 来营造水滴的效果 完成之后 我们按下确定 我们把图层2的混合模式同样改为柔光 这张图片就制作完成了 这就是这次我和大家所分享的 在玻璃上添加文字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老李 我们下次见